或许连梁太郎也想不到 他身体中隐藏的一魔神 竟然能凭借绝对的实力 轻松完成一条三的战绩 经过上次的战斗过后 虽然金塔罗斯加入队伍 并且以闪亮的胜负形态 多次化解一魔神的危机 然而金塔罗斯的强大 再加上其余良傻的存在 原本就很倒霉的梁太郎 逐渐变得越来越虚弱 于是为调整身体的状态 钓鱼老夫身于梁太郎 准备给梁太郎缓解压力 这时钓鱼老联系小美 得知小美见面的要求 就是必须说爱她的情话 却遭到陶塔罗斯的打断 色龟向陶塔罗斯表示 刚才的妹子是第三号 可陶塔罗斯严肃地说道 不要乱用梁太郎的身体 最近雄公实在是劳倒 所以不得不外出透气 谁料雄公意外听见 随即与梁傻进行争论 此时在不远处的老者 正在欣赏三傻的演技 然而随着三傻的侵占 三傻直接被送回老家 不过随着三傻的返回 色龟感觉到有些奇怪 随后霸气侧漏的夜奶 是以三傻如果不战斗 就禁止用梁太郎的身体 可色龟一直若有所思 似乎察觉到刚才的排斥 就像遭到某人的驱赶 接着梁太郎返回店中 为缓解梁太郎的疲劳 以及化解身上的恶力 三傻准备用催眠治疗法 不料随着催眠的进行 梁太郎没有任何反应 反倒是伪妻想起小时候 在女老师面前尿裤子 但老师并未有所嫌弃 因此把老师当成初恋 而同样受到影响的爱了 看着曾经熟悉的望远镜 开始陷入往事的回忆 这时三傻劝说梁太郎 一定要沉下自己的心 不曾想随着深沉的入睡 三傻察觉到神秘的力量 正在操控梁太郎的身体 与此同时在某处公园 目睹三傻吵闹的老者 随即拿出众多的食物 准备喂养公园中的动物 可正在这祥和之际 几位少年播放的音乐 打破公园安静的氛围 老者见状果断去制止 谁料少年们言辞犀利 示意老者时去的离开 这时老者向少年看去 注意到其中有一人 曾经是以前认识的孩子 并且孩子非常有爱心 经常照顾公园中的生命 如今孩子是这副模样 老者感觉到非常惋惜 然而在老者叹息之时 有一魔神突然附身 直言让老者说出心愿 随后根据老者的契约 一魔神现身在公园四周 准备赶走公园中的心愿 因为老者许下的愿望 乃是让动物们安心休息 此时叶奈来到咖啡厅 看到现场是一片狼藉 根据三浦刚才的记忆 叶奈得知梁太郎的身上 或许有着强大的恶灵 至于消失不见的爱 三浦之言他看到望有镜 早就在中途离开现场 但叶奈依旧怀疑三傻 不过三傻全都在电车 很快否定叶奈的怀疑 与此同时消失的梁太郎 由于遭到一魔神的控制 正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向少年们重拳出击 开始操控少年们的身心 紧接着画面转身一遍 少年和梁太郎组成队伍 开始展示华丽的舞姿 同一时间寻找的叶奈 转身寻找梁太郎的下落 陶塔罗斯主动表示 如果有遗魔神附身的话 根据梁太郎失联的程度 遗魔神肯定难以搞定 然而在两者说话之际 另一位遗魔神突然来袭 或于梁太郎不在身边 叶奈只能转身逃跑 而遗魔神直接纵身一跃 意外破坏鸟类的巢穴 正在这危机的时刻 伴随着歌舞团的出现 遭到附身的梁太郎问道 是否是遗魔神破坏鸟巢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直言他现在能否生气 不料还未等对方回答 他已经准备开始变身 在变身为圣枪形态后 掌控身体的龙塔罗斯 以华丽的舞姿进行躲闪 随后在战斗的过程中 他立马组装远程武器 不断向遗魔神火力输出 经过片刻的射击后 遗魔神想要逃离战场 好在龙塔罗斯驾驶机车 随即向遗魔神展开追击 这时遗魔神逃向体育馆 而龙塔罗斯挥动武器 直接把体育馆射成碎片 好在叶奈及时劝你 然而失去火力的输出 遗魔神很快逃离视线 接着叶奈开始询问道 关于龙塔罗斯的目的 以及为何选择梁太郎 龙塔罗斯表示某人曾说过 一定要抹出梁太郎的生命 可伤害契约者的行为 自然也会威胁到三傻 于是三傻同时出手 准备抢回梁太郎的身体 眼看龙塔罗斯准备离开 叶奈随即跟上对方 并示意对方归还身体 但对方表示还未完够 这时叶奈动用武力 试图唤醒梁太郎的意识 却反被龙塔罗斯控制 直言梁太郎陷入沉睡 不料伤害叶奈的行为 触碰到梁太郎的被动 并且梁太郎以温柔的内心 直接压制住龙塔罗斯